作詞曲 李宗盛 耶耶耶耶耶耶 哦 為理由 我要打破了 时间并不能决定 爱的神前两个人在旅途中 寻找到一看 有点宅的朋友吗 是 大家好 我是米奇曼的朋友张孩子 对 孩子 孩子是我的大学同学啊 然后想当初他曾经在漫画店打工啊 然后我们都会都跑去他的漫画 他雇的漫画店 然后不停的看白书 真是一个快乐的时光啊 就是可以开漫画店是我一生的梦想 就你知道就是坐在那里看漫画 嗯 就可以赚钱了 没错 完美人生 你要大声一点 你要大声一点 sorry 可是其实我觉得我们这种很宅的话题 完全无法进入正题 租租店倒超多的 因为现在就是大家都用网路看啊 然后就不租了 对 想想我之前那间打工的店 也是因为倒掉了 所以我才失去这个打工 你那个很早 我是说这两年又更惨了 真的吗 因为大家就是你自己都怎么看漫画 其实我还是会上竹竹店租啊 我也是会去 虽然 但是你刚刚有拿出你的玩具 iPad来 现在真的科技很发达 他直接跟 线上漫画网站连线 然后就 等于是整个下载下来是不是 是 没错就是 但是我这样做通常还是只是看一些 你知道比较怀旧的漫画 譬如 你刚刚有看到我下载的福星小子 还有功夫旋风儿 这种你可能要去漫画店租 已经有点困难到 也出不到 对 是是是 哦 所以 本来要讲的是那个漫画演习营嘛 对对对对 然后刚刚我有给孩子看过一些照片啊 这个我也会放在部落格上面 搭配照片看更有趣 然后有一个 我本来要叫他小老头 这样好像不太对 就是有一个日本的那个 完山正雄社长 他是首种智虫老师的土地 那你就可以知道他跟过 首种智虫老师 他的年纪就一定是很猛烈的 就是一个漫画界的活历史吗 对他就说他那天坐下来 然后他下来的时候就摇摇晃晃 然后还穿个吊带裤 就想说这位老先生 到底要跟我们讲什么 然后他就没有准备PowerPoint 对他就是说今天想跟大家聊聊我的生平 然后他就说因为我的生平 就是跟日本的漫画史是一样的 我想也是他的外表看起来也很像漫画人物 对啊就是他虽然很小吃 可是他讲的话就是很有分量 就是你觉得他坐在那边的时候就变大 我想因为体型和关系吧 如果是个子比较小的人 总是要靠一些气势来撑一下 真的很有气势 可以得到一些平衡感 他就还蛮谦虚 他就说他其实就是大学毕业 然后也不知道要干嘛 也不知道可以干嘛 然后就是去那边面试啊 然后他说首种智虫老师只问他两个问题 他说第一个问题就是 你可以一个礼拜不睡觉吗 我想我应该是没办法啦 对啊我那时候想到也是 这个问题也太可怕了吧 是 傻傻的他就说可以啊 第二个问题就是 第二个问题就是 动画这个东西刚起步嘛 我们也没什么钱 我们这边只有工餐而已 你可以吗 你觉得要怎样的胆势才能加入这个行业呢 不过我想在那个年代 如果他就是愿意工餐 就是工食宿的话 我可能会愿意做这个工作 但是要那个一个礼拜不睡觉 我应该是万万办不到 而且他其实他有说他是大学毕业 所以其实做这个应该也算是 他只是半开玩笑讲这种话 但是其实应该是 蛮有热心投入这一块的 我想应该是啦 然后就是 他中间就是介绍了很多他的生品啊 但是中间有一段我印象还蛮深刻的 就是你知道千年女優 东京教父 然后这些的那个监督是金锦监督吗 金鸣 金鸣 还好有你 竟然说错了 你完蛋啦 我完了 还好还好你不经意的透出 你这动漫很丰富的知识 这成功要丰富的知识吧 我完了 我完了 完蛋这是基本中的基本 你回去要下跪了 好我没有查资料完了 总之呢 他的故事让我很深刻 他就说 他那时候是在看 台湾翻译可能是魔法Doremi吧 嗯 然后他就说他突然看到有一话 然后就是在讲说 里面的小魔女然后都长大了 嗯 然后就说 人生不能永远都只是个小孩 那一话就是很奇怪就对了 嗯 但是那可能只是他们的一个 我不知道是幻想还是吃了什么药 然后暂时的那一话就是变成他是一个大人的故事 嗯 然后 那个完善先生一看就是 吓一跳马上去找这个监督的名字找出来 嗯 那就是精明监督 哦 然后就是去找他聊天 然后 就发现说彼此很投机 嗯 然后就推出了 一系列的作品 嗯 好像有三部吧 千年女佑是第二部 嗯 然后东京教父是 第3部的样子 完了我讲错是不是又要被杀掉 有可能 你会被那个广大的金敏民 对 给暗杀 然后他就是说 就是即便你在做你再不喜欢的作品 你可能没有办法发挥的时候 你还是要尽量 用你的能力把它做到最好 嗯 然后在讲这个时候就觉得 哇他的身情好像膨胀了 是 他是说 如果有一百部作品 那你就挑 也许是十部你真的喜欢做的 那如果有十部 因为这是工作啊 你不是玩票性质的 嗯 那如果有十部你也许挑一部 如果你真的没得挑 你就是把那一部做到最好为止 嗯 然后就从一个七十岁的老人 口中说出这样的话 就觉得 还蛮伟大的 是我想这好像也跟 我们这些在 业界 就是做着一些不快乐工作的事情 就是也是相通啦 道理也是相通 对对对 然后 可是其实是赔钱的耶 千年女優跟那个 东京教父都赔钱 都赔钱 就是你觉得他 应该已经算 较好 那也稍微较做了 对不对 那我们就问他说 既然这作品这么好 大家也都知道 那为什么还是会赔钱呢 他就说因为 就是在细致度上面 太要求了 是 所以花了过多的成本 然后 但他就觉得 每一次都觉得 下一步 一定就能够 赚回来了 不过我想之前面 应该也算是投资吧 对啊 然后他说可是 金明老师 就有事先走了 就是在还没来得及 回收的时候吗 对 但也称不上 没有回收吧 好像还是有继续下去吧 不能聊这种 我不确定的东西 是 但是我要说的是 我要说的是 他就很帅气的 就是说 他到现在还是相信 如果金明还在的话 嗯 下一部作品 一定就能够 成功了 我觉得是啊 是啊 对 所以就是觉得 他真的就让我们 见证了 日本动画史的一部分 是 就是还蛮厉害 所以呢 如果听到这边 你还有点一头雾水的话 可以去找我们 刚刚说的那两部作品来看 然后也许你会更为了解 因为他说 其实动画的历史啊 最早是从那个有限 有限动画开始 所谓的有限动画就是 本来的动画是大概一两年才只有一部嘛 就像电影那样子啊 然后他说可是手总是从老师就觉得 我们要 可不可以做到每个礼拜一部 嗯 那每个礼拜一部之后 其实就是把 漫画直接拿到电视上面去拍 嗯 可能 就变成像连续剧 对他就会动得很不自然 他一秒钟就只有两页而已 或者是他的 脸就只有嘴巴在那边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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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配很多内心戏给他 嗯 那这个就是算是日系漫画 日系动画的一个比较特殊的开始 就是从偷懒开始 对 就是从节省成本啦 是 然后在那个年代还没有电脑的时候 看这个东西其实就觉得已经满满足 而且也是一个算是大要劲就对了 嗯 然后他那时候 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 现在刚好有手总志从展嘛 在那个中正纪念堂 啊真的吗 啊对 sorry我不知道这件事情 没关系 换我回去下跪 嗯 然后他就说其实 从他的耳朵中 从他的嘴中听到很多手总志从的故事 就跟我们一般比较知道的不一样 因为他就说 老师常常今天讲的跟昨天讲的都不一样 他就说 我们才没说过这种事情 所以是随心情发展还是喝酒嘴 呃 可能他第二天想的不一样吧 我们现在听一首 嗓味齐现 黄小珍 我要鼓掌吗 不用没关系 静静的听歌 你的东西却是出散落 希望他们有脚跟你无情的走 气象预报的雨电扫落 摆在你家的散情换我 应该是划清界限的时候 你的东西已摆在搜狗 几乎像是散在地下二楼 投进的二楼 投进的二十元是送你最后的礼物 不想给自己借你的借口 唯一把破散或任何理由 虽然我加班成了色彤 偷偷的等候 原来我们不过是关头 过了七九不值得保留 但你也知道我 从最初到最后 你的东西已摆在搜狗 几乎像是散在地下二楼 几乎像是散在地下二楼 投进的二十元是送你最后的礼物 不想给自己借你的借口 唯一把破散或任何理由 虽然我加班成了色彤 偷偷的等候 原来我们不过是关头 过了七九不值得保留 但你也知道我 从最初到最后 从小梭子耳朵 我刚刚这首歌就是黄小珍的 《闪位旗線》 然后大家收听的是 米奇慢慢來 然後剛剛呢 剛剛我們Google了一下 那個金敏的作品 剛剛講說三部嘛 有一部忘記的就是藍色恐懼 對 它的原名叫Perfect Blue 對但是台灣是翻作藍色恐懼 然後之前那個金馬影展 其實有就是上演 一系列金敏的作品 那現在回去看也來不及了 但是有一些迷的管道是可以看得到 那我個人是比較推薦的是 它最後一部 是最後一部嘛 最後一部作品那個 盜夢偵探 盜夢偵探 非常有趣 可以媲美那個全面啟動 大家可以看一下 全面啟動聽起來就很厲害了 是的 好 然後話題又回來啊 是 巧妙的回題 對 就是剛剛那個完山社長 他是日本的動畫公司叫 Metal House的社長就對了 然後他就說他小時候 對小時候跟著收容四孔老師 然後老師也許 兩天講的東西都不一樣 嗯 然後 可是他就想說 我明明就照你講的話 他就說年紀的時候 他也比較衝動嘛 他就很想跟老師頂嘴啊 然後他心裡想的都是 在想殺死這個 愛說謊的老頭 這個就是主管跟下屬之間的那個緊張關係 我就是那個 對雖然說是 號稱是漫畫之神了 這個時候 在那個下屬的心目中 也是一個愛說謊的老頭而已 是 昨天明明就這樣說 今天明明照你講的話 為什麼不行 覺得男人心海底針 即使是漫畫之神的心也很難注目 不是主管心海底針之類的嗎 嗯 嗯 都是啦 反正 這次的漫畫移行 最後一天就都是這種國際級的 然後 那我就直接把 早上的 就直接這樣做一個總結了 這樣可以嗎 可以的 可以喔 對 再深入的聊下去 我也不行了 對 我們就要不要扛了 是是是 總之就是給大家一個 算是 小小的導讀吧 有興趣的朋友 就可以去找這幾部作品來看 然後 到了下午的時候 就是今天的重頭戲了 就是 歐洲漫畫 歐洲漫畫 這又是一個 我不擅長的領域 對 其實我也不太擅長耶 我 我從小就是 都是看日本漫畫長大的 是 所以其實 當看到那些 歐洲漫畫的封面的時候 真的是 嚇一跳 感覺都是比較 插畫風格的東西吧 對 真的就是 很插畫的感覺 然後 據說因為他們都有那個 美術學校的底子 嗯 所以他們畫出來的東西就是 該怎麼說呢 畫風可能比較多元 對 風格也比較 奔放一點 底子也比較扎實 因為我們 日本漫畫 我們 共同的經驗就是 從小 一直看嘛 然後就跟著他畫 是 沒有受過什麼訓練 就可能臉會畫到超帥之後 畫到脖子就完了 是 就是 每 每個人的那個練習都只有到那個 胸向為止 再沒有下去了 還有某一個角度喔 對對對 往左邊看的臉可以 往右邊 就會崩壞 就不行了 往右邊看的臉是那個啊 用近射的方式 就是畫完左邊以後再把 直對折過去再描右邊這樣 對啊那 然後或者是腹肌壞畫的時候就會問自己說 腹肌到底是6塊還是8塊還是12塊之類的 老實說 我到現在還是搞不清楚耶 重點就是 就是自己硬練的就對了 可是歐洲那邊他們就是 通常都是 有底子比較深厚 不管是 那種透視啊 或是人體的那種塑寫 那 追求的 方向好像也不太一樣 對 因為像 日本漫畫 日本漫畫是怎樣的 你就問我嗎 可是妳看比較多嘛 我是覺得 日本的漫畫可能已經 怎麼講 已經開始走上一個 就是有一個共同的風格 就出現了 對對對 對就是可能 譬如說 眼睛都已經 即使是少年漫畫也不例外 眼睛一定會佔聯的二分之一 還有按照時期 眼睛的大小有在變化 對對對 然後妳就會發現 當妳看不慣 最新的眼睛的大小的時候 就是妳慢慢離開業界的主流 是是 像現在在國際上啊 就是日本的就已經都叫漫格了 就不叫comic 嗯 對就是他們已經 就是等於是走出一個風格 但我覺得 這也是好處就是 就是日本人自己的風格嘛 但也是壞處就是變成是大家好像 都得非得這樣走不可 但是我覺得歐洲的感覺就是比較自由一點 就是有點像以插畫在經營 所以他們想要走什麼風格就走什麼風格 像是筆觸啦或者是用色啊 都是比較不一樣的 還有就像就連是說故事的方式也可以啊 其實拿電影來打比喻就很容易懂啊 如果說是好萊塢的那種電影 就會覺得故事一定要有邏輯啊 要有頭有尾啊 是 然後最後就會有一個伏筆 就是說喔他要拍第二集了 那可是如果是那種法國的電影 可能就會眉頭眉尾的 因為畢竟你知道 超過名其妖的結束之類的 法國人畢竟是浪漫的代表 所以他的電影應該就是你知道 講究的是氣氛 氣氛很重要理性不重要 我們如果用很宅的講法就是一種超展開啊 完全預料不到說 蛤為什麼接下來就記錄他的異想世界 然後他就開始在他的腦內 欸我怎麼都用很宅的用語在形容法國電影 欸是是 但是因為我們就是你知道詞彙有限 大概也想不太出什麼 你知道比較優美的詞句來形容他 所以就這樣吧 對啊所以用電影來比喻的話 大家可能就會比較清楚啊 然後日本走出了自己的一條路 然後好萊塢或者是寶萊 印度電影也有他們自己的方向 對對對 然後你會覺得這個是國力的象徵嗎 因為譬如說沒有人會說 加拿大畫風 加拿大漫畫的畫風 因為就是他附近有美式嘛 對 所以全部就會以那個強勢作為一個發展出去 那我們又在日本的旁邊 對 從小又看日本漫畫 所以要找到所謂台灣漫畫自己的一條路 其實是比較困難 不只是台灣漫畫吧 其實在台灣設計界也是有同樣的問題啊 就是譬如台灣的文化是承襲中國也承襲日本 所以到底台灣的風格跟中國風格 跟日本風格要怎麼區分 本來就已經很困難了 那再加上漫畫這個東西又更狹隘 沒錯 所以要走出自己的路 是要靠米奇曼大人的努力 快別這麼說 我只能用邪門歪道而已 因為孩子是我大學同學 其實我們念的都是工業設計 然而呢 然而 孩子最近在忙什麼 最近在 從事一些比較接近無業遊民的工作 沒有 我的工作還是有在做工業設計 就是我剛剛講那個結案的事情 還是有跟工業設計扯傷關係 當然另外一份主要工作是在寫企劃書 所以是不務正業一環 不是也是自宅警備員 主要在從事漫畫次文化的研究 其實我一個禮拜大概有三天 在從事自宅警備員的工作 沒錯啊 然後 接下來也是我們同學的歌 也是一個不務正業的人 是 但是他最近已經快要務正業了 因為他要畢業了 快要回來從事樂手的工作 被迫得務正業了 那我們聽聽看 謝小黑所帶來的 手愛 我應該嗎 來賓請掌聲鼓勵鼓勵 好老派的秀場主持喔 讓我安靜的慢慢的想一想 我們之間 身不由己的思念全都關於 他的烈 有那一瞬間看到屬於你我 看見的永遠 太軟弱的心只想拋開一切 抓住今天 慢慢的我看見 你眼中的淚 在那藍色草原 陽光在我們的夏天 究竟該不該值得冒著陷 在你遠行是他的出現 刺痛了你的心我的虛偽 這些年所有的安慰 究竟該不該值得冒著陷 不如得他你對我體貼 不想再一次困在三個人之間 能幫我找回最初的愛戀 有那一瞬間看到屬於你我 看見的永遠 太軟弱的心只想拋開一切 抓住今天 慢慢的我看見 你眼中的淚 在那藍色草原 陽光在我們的夏天 究竟該不該值得冒著陷 在你遠行是他的出現 刺痛了你的心我的虛偽 這些年所有的安慰 究竟該不該值得冒著陷 溫柔的他你對我體貼 不想再一次困在三個人之間 能不能幫我找回 究竟該不該值得冒著陷 在你遠行是他的出現 刺痛了你的心我的虛偽 這些年所有的安慰 究竟該不該值得冒著陷 溫柔的他你對我體貼 不想再一次困在三個人之間 能不能幫我找回 最初的愛戀 讓我安靜的慢慢的想一想 我們之間 沒有 我要打破了我 大家 我愛戀 請容許再下來宣傳一下 我最近在從事一些 個人式革命的活動 其中一項是關於環保的 我想要跟大家呼籲 沒有買賣就沒有殺害 所以大家在買東西之前 都請三思 如果你真的很確定 這項東西是你想要的話再買 如果都能夠這樣的話 我們就會減少丟棄東西的機會 所以就是這樣 沒有買賣就沒有殺害 謝謝大家 這是一個反資本主義的 應該節制主義嘛 就是說買東西之前要三思就對了 對 想要跟需要是不一樣的 所以希望大事真的有需要再買 而不是純粹想要而買這樣子 你怎麼會突然領悟到這種道理 因為最近可能 就是有點想要修行之類的吧 我還以為是因為你之前 買了太多東西之類 其實也有一點點這樣子的感覺 就是 我們把廣告跟內文無縫 接在一起了嘛 我真的太厲害了 所以呢 為什麼我會買那台iPad 是因為這樣我就可以不用買過多漫畫 放在家裡啦 當然這是藉口啦 對啊 我也覺得這是藉口耶 是 但是沒有啦 但我們覺得就是盡量啦 能夠少買一些東西就是少買一些東西 少丟一些東西就是少丟一些東西 能重複利用就重複利用 就這樣 哇你都把每一句只是重複兩次而已 哈哈哈哈 好了我們再把話題拉回來啊 到了這個歐洲漫畫 嗯 然後 他的下午就是一個比利時漫畫博物館的算是主任 然後來跟我們介紹 嗯 可是你會發現比利時的漫畫 之所以他能夠那麼成功 就是因為靠他一部作品 丁丁力險記 是這是我二十的回憶 呵呵 之一 對啊然後你就會發現說 這個這部漫畫受歡迎的程度 真的是很難想像 應該是說他當年有辦一個活動 就是嗯 好像丁丁去很多國家嘛 對 然後最後回國的時候他就請了一個演員 演丁丁本人 嗯 這算cosplay吧 對官方的cosplay 對官方cosplay 然後結果那個廣場就被 對人群擠爆耶 你就想說 除了日本人迷小拳王之外 想不到歐洲人一樣迷丁丁 你就知道對他們的重要性 丁丁的確是蠻厲害 你看我們在遠在台灣這個小島國 的小朋友們也都看著他長大 而且他影響很多作品啦 就是其實我到日本的那個漫畫博物館裡面 嗯 也有看到疑似丁丁 呃該怎麼說 說盜版很不純淨 但是就是受到他影響啟蒙的作品 這是類似同仁制的東西嗎還是 對但是其實也在日本的漫畫地位 應該有一定的分量 因為就是那個時代 那樣的作品就等於開了一條路線 那以後就是一個丁丁路線 然後那個博物館我想講一下就是說 他其實不像一般的漫畫博物館 因為一般的漫畫博物館就是 珍珠板貼一貼嘛輸出 但是那個博物館他本身就是 一個算歷史建築物很漂亮 那那個博物館是政府擁有的 但是他永久的租借給那個 丁丁嗎 對丁丁他本人嗎 就是供他展覽 然後他展出的內容其實也還蠻多元的 他等於是一個活的展場 他裡面也有供新銳漫畫家展出的那種畫廊 然後當然也有那種 漫畫每個禮拜周末可能有親子的活動 然後他用的那些家具還都是還蠻有設計感的 就跟你隨便找一個空間 然後硬貼一些圖就把它變成漫畫博物館 其實是不太一樣的 所以那些家具說不定是以前丁丁用過的啊 應該不是那就是新的東西 然後他們也會賦予他很多新的生命 像接下來這一個比利時的這個主任講完之後呢 是一個法國的這個Peter先生 然後他是有名的丁丁評論員 丁丁已經厲害到有專屬的評論員了 對啊就是他出了幾本作品然後裡面就是在講 丁丁學嗎 對可以這麼說 雖然這樣講聽起來很奇怪 但是就是還蠻有趣的 就是一部作品你足夠喜愛他喜愛到 我這樣比喻也許不太對啦就是像 海賊王不是都會 那個叫什麼火影忍者不是都會出什麼 靈之書冰之書那種裡面的 介紹因為也許在作品裡面沒有辦法講得那麼完整 他其實是有更豐富的內容 那其實都是騙錢的書吧 但是歐洲這個 可不是喔因為他本身也是他自己也是漫畫編劇家 然後也是好像劇作家吧 所以評論丁丁只是他其中的一個 一個副業 對一個副業 他這次來嘛然後順便就辦了一個 一個活動 好像在法國性歌書局 然後講解一個 什麼現代主義的什麼什麼 然後擺條去捧場後來發現 用的智慧太困難了無法嗎 上完查完之後就覺得不行 這個聽了之後腦袋一定會呈現空白狀態 所以就沒有去支援 不過那一天晚上啊 就很榮幸就是跟他然後還有一群台灣的漫畫家 然後一起吃飯 然後台灣的漫畫家就拿自己的作品出來 然後給他 就等於算是交流吧 請他看看說用 他是一個歐洲漫畫出版業界 待了很久的也算是 從業人員 然後他覺得這個漫畫 有沒有可能在歐洲 或者說在法國走出一條路 我覺得這個就是 還蠻有趣的活動 所以他有 覺得誰可以 有耶 走 所以是有的 對啊譬如說陳洪耀老師 他是畫一刀鑽的作者 然後他就拿他的 二十年前的原稿喔 那個真的原稿紙旁邊都已經發黃了 可是你可以看得到 那個功力很可怕就是 他在挑戰他漫畫技巧的極限吧 我打個簡單的比方就是他的解析度可能到達2000dpi 就是你用眼睛都沒有辦法 那印刷印不出來吧 我那時候想的就是 我連看原稿我都 我都可能要貼很近才 看得到那個精細的程度 這印刷怎麼可能印得出來 我想這樣讀者只能夠用心去感受了 就是很厲害就對了 然後 那他一看他就說如果是這個風格的話 在歐洲可以 因為有這麼紮實的底子 然後又是畫東方武俠的故事 他覺得是有搞頭的 那即便說 現在已經不畫了 表面上是說可能眼睛不好不畫了 可是其實上可能是 這故事過了就過了 你就沒有再畫下去的動力了 他說即便是這樣子 還是有收藏漫畫原稿的人 然後在畫廊裡面 一樣是有他的出路 就以藝術品的方式 對 然後就看到洪耀老師的眼睛就是 放出光芒 啊 不是不是潛著淚水嗎 啊 就是這種感覺 你應該可以了解吧 就是 是是 就是受到大事的肯定 對而且是你 20年前的 作品 然後可是那個時候你真的是很用心的在畫 是 但也有一點懷才不遇的辛酸感 對也是 就是你看你困在 困在這個島國裡面 是 困了20年 但是其實你是有這個條件走向世界的 是 對啊 然後我想看 我剛突然想到一個什麼要講又忘記了 時間就在這之中一點地流逝 好 就是 我那時候看了他們的時候 就是這些前輩們的作品啊 然後我真的感覺到 他們把 靈魂 就刻在那些紙上 是 那個是好沒有感情喔 對因為我在想說 那你有把你的靈魂刻在你的紙上嗎 我有設法刻 但是沒有他們刻的那麼深刻 就是我在想說 我如果衝過去把那些原稿撕掉 他們一定會發瘋 撲向我 然後我們扭搭起來 但是那就是因為 你真的把靈魂都刻在上面了 那 那些 作品就是也許代表著你 一年的青春 兩年的青春 我覺得 是 相當的 厲害 跟理工科的人講這個 這麼感性的問題 就像你辛苦開發一個城市吧 那你可能就會把他當成小孩子一樣照顧 應該是有可能的吧 媽 然後我好像還有遇到 我真的是小時候看的漫畫家 傑莉小子 嗯 然後 現在可能已經 不能用小子來稱呼了 因為已經是 老子嗎 啊 啊 啊 照口夜的都是你喔 Sorry 然後 他就拿了一個那個 資料夾然後裡面拿出他的作品 看到真的 嚇到了 怎麼說 那可能那個原稿的尺寸是 A3嗎 你問我我沒看到啊 沒有我的意思是說很大張 大概這麼大一張 OKOK 然後你就想說 哇這個企圖心就是 這一定是要出很大的開本 嗯 然後裡面真的已經是 畫技的到極限了吧 然後他平常也有在接很多的設計啊 譬如說 今年金曲獎得獎的那個 Mazuka 嗯 然後他們有推出那個紙上MV 嗯 那個就是 就是他畫的這樣子 對傑莉小子 OK 畫的 然後你就會發現說 其實我們常常都會說 哪些漫畫家怎麼從此就消失了 再也沒有看過他們的作品 嗯 是不是在偷懶什麼的啊 可是其實 就那一刻我就領悟了 就是 每個人就是 用自己的方式 活下去 也可能是接案子 然後可能是書籍的設計 那也可能是設計的 工作 但是其實 內心的創作之火 都沒有熄滅過 就是在魔劍 是 就是 這麼熱情的話題 我很難接得下去 就真的是等一個 就是一飛沖天的機會 是 然後可是如果你不在業界裡你是 或是你不認識這些人 其實你真的沒有機會看到這些作品 真的太可惜了 因为我也是如果没有到这个 这么幸运 然后刚好在漫画研讨会 认识了其中的一些朋友 然后在很厚脸皮的说 今天晚上我可以一起去吗 要不然的话我真的是 我那天真的是受到很大的冲击 甚至有两度都想要落泪 就是觉得 男子汉的眼泪 对 深受感动 然后后来他就会说 那还有没有作品要拿出来 然后这时候就有两个创作者 因为那个法国的那个 Peter先生他已经蛮累的了 他就说他只能再看一个人 然后就有两个创作者在那边互相说 不然你拿你的好了 他说没关系啦你拿你的 你就觉得这也许就是一个 很难得的机会了 对 他们还在互相推让 对 那这时候就觉得 所以这时候梁米奇有 拿出自己的作品吗 我都想回家去Cue赶 你们两个不要 我来 我才不敢呢 对 大家真的是 磕了灵魂在上面 可是我就是有一点 游戏人间吧 大家学 我觉得很像自来也 就永远当不上火影的感觉 但是就是至少四处游历 然后把我的所见所闻分享给更多人知道 用一种不择手段 英魂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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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择手段 的方式 对 的确是不择手段 我今天就是被他拐骗过来的 对啊 欸 早上还有人被拐骗过来 直接开了一个新节目 啊 真的吗 对啊 好吧 那我算幸运的咯 没错 所以就跟电影一样 咯 又回 巧妙的回题了吗 因为歌已经到了 这首歌是范小萱的电影 其实漫画跟电影一样 有很多种类 大家听听看 我爱 心情变得宽乐 我爱 为里头的马下 我爱 深夜变得轻松 我爱 我一遍的美感 我爱 里里的语窗意 我爱 刻画变得细 我爱 笑听得很清淡 我爱 艺术变得深度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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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 轻松片的归宇 我爱 几个片的执着 我爱 更片的外大 我爱 载辣片的扩张 我爱 载较变得新水 我爱 打蓝片的勇敢 i know you by bwd6 好 歡迎回來這個 米奇慢慢來分107.1 強迫radio 今天的主題就是 還滿雜的齁 從那個日系漫畫到歐洲漫畫 是 就跟梁米奇本人一樣 對啊 然後 毫無章法的前進 對 毫無章法 但是至少大方向是有的 雖然一回 然後看完前輩們的作品呢 就覺得要更認真 然後我也已經 買好機票要準備前往 法國安古蘭 然後去看看這個歐洲最大的漫畫展 你就見佩見 可以去法國 你只要豁出去也可以啊 我會覺得反正我不需要 太多的物欲嘛 你看我現在就騎腳踏車然後整天吃 學校的蜘蛛餐 神小花大我最會 是 我想也是 然後去歐洲啊 其實這個 安古蘭漫畫節他等於 我覺得很像是天下舞蹈會的感覺 就是所有的漫畫家 創作者帶了自己的得意的作品 然後去那邊在編輯前面打一套拳法 打完氣喘氣說 你看我這招好悲無頭心 怎麼樣 有沒有搞頭啊 在歐洲 所以你也打算去法國在編輯儀的面前喘氣嗎 我的話是沒有啦 我的話就是你也知道帶些貼紙去騙點旅費 然後重點就是去拓展視野 然後看看不一樣的風格 為什麼不要順便去喘喘氣呢 因為打不出個像樣的招式啊 是嗎 我覺得還 還不夠 但是我第一年一定都是先去觀察情況 那大概是怎樣的模式啊 然後那個 剛剛那位法國的劇作家 他也有跟我們分享 就是說 其實那個時候編輯都很繁忙 根本沒有時間看太多的東西 其實這跟設計是一樣的嘛 對不對 對 你在面試或是你參加比賽的時候 你就只能用三行或五行 去講說你從哪裡來 你的作品是什麼 但是漫畫比較有趣的是 他說 你可能就為了這個畫一個五到十頁的漫畫 證明你可以說故事說得很好 你又可以收尾 就是在五到八頁講完一個完整的故事 是 讓編輯留下印象 那我就覺得 你不覺得這就是打一套拳法嗎 欸 秀個一招 耍個劍花出來看看 然後說 嗯有搞頭 然後留下一張名片 我們再聯絡 巴黎劍 然後 是 就是到時候也請大家期待就是 米奇曼所帶回來的第一首的 也許視野有點 觀點有點扭曲的歐洲漫畫劍文錄 好 那我們就讓我們拭目以待 你真是冷漠到了極點 被發現了嗎 好啊 那最後呢其實孩子也是一個 用資深來喜歡會不會不太好啊 沒有很資深啦 畢竟我還這麼年輕 對 對沒錯孩子大概 剛過完十九歲的生日 對嘛 欸我們好像是同學 對他大概是在三歲那一年 開始顧漫畫店 欸是是是 那所以就你 你會買很多漫畫嗎 那怎樣的 台灣漫畫你會覺得是 你可能會支持的 我想第一個 比較吸引我的應該還是畫風的部分吧 欸與其說畫風應該是畫技啦 喔畫技嘛 可是如果是 像我們今天看到有一些 他其實很簡單像插畫 嗯 那種畫技也是ok的 也是ok啊 其實像現在日本的漫畫裡面 有一些比較走 開始走偏插畫風格的 喔對 那一種有時候即使內容很鳥 我還是忍不住把它買回家了 對因為其實 就是 就像 女孩子的外在跟內涵一樣 是 畢竟念設計的都是外貌協會嘛 所以 畫風 欸應該說畫技應該是 應該說風格吧 對風格 風格如果夠獨特的話 就有可能是吸引你 對對就會吸引到我 那再來就是故事的內容吧 因為我覺得 在故事內容來講 台灣漫畫好像 就是也是一樣 有點走不太出 就是日本的 陰影嗎 嗯 對 對對對 而且我們其實只要是看到台灣漫畫 其實 就會有點怪怪的 你不覺得嗎 對對就是那個 應該說文化的本質還沒有深入那個漫畫本身 就連主角的名字 對 如果是叫日本人的名字跟台灣的名字 叫起來 好像就是 說不出來 但是就是哪裡 有點怪 對 所以我覺得有時候我都覺得 你倒不如女主角名字 去叫楊雅婷或陳怡君算了 還比較有那個親切感 你說親切嗎 對 喔 這之類的 這也是一個 一個不一樣的角度啊 所以其實 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 正因為答案沒有人摸索出來 是 說不定找出來的 就是我們 啊 我朋友 哈哈 好那就是 找出這個答案這件事情 我們就交給米奇曼大人 好快別這麼說 然後 其實工作室裡面 我有收藏很多的 漫畫作品 對 而且其實有蠻另類的 我剛剛有一本還沒拿給你 有一本叫做 過去未來多談無用 嗯 他是一個在英國留學的女生 然後畫的是有點 青山色的內容 喔 然後又有帶點文藝 文藝的氣息 是 然後所以也是蠻有趣的 其實台灣一直都 不缺創作或是設計的人才 是 反而缺的就是 其他的那些人 故事類的故事層面的嗎 全部耶 也許是專業的編輯 因為你看你剛剛我們試一下在閒聊啊 嗯 你剛剛就說銀魂31集到40集 你就覺得還不錯 對 是因為那個編輯 不過那也有一方面也是因為 我有點未控之心心擔心就是 他已經有點迷失自己了 他的漫畫的好與壞已經 就是怎麼講 編輯影響他很大 嗯 因為就是要跟編輯討論啊 可是你看一個好的編輯 可以救把漫畫救起來 救了10集 這其實是很驚人的 是是 可是在台灣的話 可能 編輯也沒有這個機會去實戰 然後漫畫家也沒有辦法 對 那麼相信編輯 不過我覺得漫畫有時候還是 可能一開始比較傾向是個人秀的部分啊 沒錯 所以在台灣也許漫畫要起來 可能還是比較要靠漫畫家的力量 嗯而且也是需要一個 該怎麼說耶 有點像你看像比利時也是靠了一個叮叮 對不對 是 就這樣衝起來 然後日本漫畫之神守種自從 嗯 所以呢其實 我覺得未來也是期待那些 超新興的爆發 台灣叮叮嗎 對 台灣叮叮 是 正所謂17歲不成霸刀 終身不成霸刀 所以呢 美其妙應該是沒有辦法承擔這樣的角色 但是我是 我會把我的觸角 設法無孔不入的 在每個地方都可以看得到 人家說 藝術家的養成 是需要三代 就是你的爺爺要是藝術家 你才有辦法成名 我想漫畫家應該是同樣的道理 嗯 所以我們這一代也許沒辦法成為 你知道 我們好像在交代遺言 哈哈哈哈 你要幫我好好照顧我兒子 對有有有 我已經有認識一批心血了 是是 他們是去日本 然後接受正規的漫畫訓練 嗯 那但是我覺得 這是一個優點 但是同時也會有可能 受限於日式漫畫 對 所以我 他們暑假的時候回來 我也會把他們找回來工作室這邊 然後給他看看收藏 那或者是他們在日本聽到這一段廣播的時候 那也可以多去看一些其他的東西 我覺得台灣的優勢應該就是 我們什麼都吃得下 啊 也是 就是來者不拒 沒有節操 哈哈哈哈 對啊 所以呢 我們好像在最後 也做了一個漂亮的結尾 雖然我們是那種 慘死的配角有沒有 沒錯 這裡我們頂著你們先走 對 就讓我們成為長張後浪推走的前浪吧 嗯沒錯 雖然我什麼事也沒做 我只是看漫畫而已 有啊 你以前也是有畫一點點啊 欸 是啊 但是其實 最 最好的消費者 就是他自己有在創作的 所以他可以知道創作的 是 也不會去殺價 也看得出 好與壞的差別 其實這很重要 是是 所以其實 你我都是 最重要的 推手 推手老人 是還有 那死在沙灘上的前浪 啊 有些人還是沒有放棄 啊 好那就 你就繼續的往前衝吧 請就讓我默默的 在沙灘上破蓋吧 好 對啊 那節目最後呢 也差不多到了尾聲 是 就用前幾年在漫畫 博然會看到的一個情況 就是 爸爸帶著小孩子 嗯 去買公仔跟漫畫 然後爸爸在跟那個小朋友介紹 巨細迷移 啊 你就可以想像 這個小孩以後長大 應該是OK的 成為一個很了不起的人物 對就是爸爸不會阻止他買動漫精品 是 太好了 我也想有這樣的爸爸 我也想要有 我們只好成為這樣的爸爸 我沒有辦法成為爸爸 哈哈 大家如果喜歡這種 冷酷又帶點吐槽角色的孩子的話 可以留言 他以後就會 每個禮拜二來上節目 好謝謝大家的支持 最後果然還是很冷掉啊 掰掰 掰掰 就這樣會有很多人 沒問題 在這裡 可以 advis就是 哪裡 不是 混蛋 可以診募 可以在這裡 但是 我們會把你 會 坐牙 坐牙 你看 在這裡 我是